各位朋友好 這裡是小鎮的正式世界紀錄 我們的頻道包羅萬象 就是用小鎮的觀點來看事情 今天要介紹一個東西 有多久沒有彈樂器了呢 小鎮本身是很久 自從上次自彈自唱 菊花台 被這個 版權聲明之後 對樂器的分享 就沒有什麼動力了 直到聽到 有人把這個掌上的樂器 可以彈得像這個經典的鋼琴曲 李查克萊德門 不像我們 李查克萊德門的夢中的婚禮 把它彈得出神入華 我就真的對這個樣子刮目相看 這個樂器就叫做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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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卡...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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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零巴型 卡零巴的意思呢 這邊有解釋 等一下我來看 照考念一下 卡零巴 是個班讀魚 是小樂器的意思 起源於非洲 又稱為鐵片琴 後來一個樂器學者 HUGH 這個叫 HUNG HUNG 後面這個TRAC 金星改良 開玩笑的 現今的卡鈴巴琴 又稱為拇指琴 顧名思義就是用拇指 來彈奏的琴 兩個拇指 先聽這個聲音 那這個聲音呢基本上就是一個 私人的 水晶音樂和 私人的 掌上鋼琴 它真的非常的棒 而且我們新手在練習樂器的時候 非常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練習的時候 把一個美好的樂器變成噪音 造成人家的 不舒適感 但是這個樂器完全沒有這個困擾 因為聲音非常的小 可以個人話 可以自己聽得到 那這個琴呢 加上書包 我是在 城市音樂 樂器的工作室 直接到工廠去購買的 購買的時候呢 服務非常的好 下面的影片就會有介紹 本來想好好的殺價 可是因為真的服務態度很好 我就殺不下去 照人家購買 這是整組的 其中呢包含了這個 黑箭包 它上面有 基礎教學 附一個貼紙 貼紙就是貼在這個琴面上 比較好辨別 白茫茫的一件 到底是第幾個 貼下去以後就識別度會更好 然後還附一個 這個 這個比雷神索爾的小隻一點點而已 這個叫調音錘 比如說 這個聲音不準 這個聲音太高 我們就把它敲回去 不對 再敲回來 讓這邊共鳴長一點 聲音就會變低 如果是太低的話呢 把它敲上去 聲音就會變高 這邊共鳴的這個 長度可以調整 我買來的時候呢 它是把我們調整好的 但是 有時候我們去碰到 或是怎麼樣 或是彈久了 都會跑掉 這就是它所附的配件包 可以放在可愛的書包裡頭 很好的 把它收上去 帶著書包 上學去 在那邊 又買了另外一個戰利品 看這個 多可愛 Hello Kitty 它 這個是有付全力金 是正版商品 然後 我來開箱一下 這樣子打開 精美的袋子 好 那這裡面一樣是一個 卡琳巴琴 好 這邊也是Hello Kitty款的 但是這個是版琴 就是這邊沒有共鳴箱 一樣是很好聽 那版琴它的控制 就是說它的聲音 比較好控制一點 那有共鳴箱的音色不一樣 這我捨不得談 把這個掛壞了 可能你會問說 我一個大漢人 這個Kitty的要幹嘛 可以送人啊 我女兒Kitty名 送這個她一定很高興 不知道下次會不會再繼續出 我不曉得 先買起來 這樣子這個 揹著書包上去 上去 非常美的東西 非常開心 買到這個東西 好 卡琳巴琴的由來 其實就是它包裝後面 啊 這邊有一個非常仔細的說明 這也是要Tracy 再再更正一下 好 小時候 小時候書沒有念好 大家都包含 那我們還是要來簡單的講一講 這個樂器的樂理 它其實蠻簡單的 從中間就是一個D開始 一左一右 左左右右 慢慢的升高 我在這邊彈給大家看 現在彈錯了 太高了唱不上去 就 蠻簡單蠻好 基本上 看開始就是練習音階嘛 那就 再從高的練到底的 這個 這是彈對 很不簡單的 好 那這個 有共鳴像的 跟那個板琴最大的區別 我覺得它 除了音量比較 音色比較 我覺得比較棒之外 還可以做一些小技巧 比如說這個 刷下去 像那個神通琴人夢 嘩嘩嘩嘩嘩嘩 這個就可以做得出來 這個樂器雖然小 以前我還蠻看不起它 因為是小孩子在玩的玩具 那現在我決定好好好 來練習 但我不是 專門主攻這方面 卡林八琴的 一個頻道主 但是我樂於 從一個新手的角度 慢慢的跟大家一起成長 有興趣的朋友真的可以買來練習 還有網路上有非常多的 這個卡林八琴彈奏的作品 大家都可以去聽看看 去感受一下 基本上這個 樂器彈單音就已經蠻好聽的 我來示範一首 最近蠻紅的 這個叫做 好 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這首蠻紅的 這好像是一個英國的兒童歌曲 以後再來慢慢練習 我先把我對這個樂器第一次的接觸 分享給各位好朋友們 跟卡林八琴 這個樂器不但可以演奏 也可以當作伴奏來使用 比如說 刷弦 就像其他在刷弦一樣 在這邊可以刷 也可以分散和弦 讓我們活到一生晚 送走這匆匆的一天 再換歌 我是被號稱小飛玉琴 不過在Youtube沒有發揮 好 那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兒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那有一點請的記錄 我再分享給大家 謝謝各位朋友收看 我們小鎮的正式世界記錄 下次再見囉 拜拜